所謂的超前部署,超在哪裡?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院內感染呢? 同島移民,同島移民,到底哪裡有同島移民啊? 然後一直在開放 你們都不用負責任,沒有人要下台 再喊救命欸,你們這些人有沒有看到啊? 總統你總比那個賈詠傑更厲害吧? 他都做得到,你總統做不到嗎? 你騙誰啊,你騙誰啊,你騙誰啊 那麻煩請你去做,不要再跟我講什麼 政黨不要在那邊做什麼分話 沒什麼好講的啦,我跟你們說啦 不要在那邊跟我說,那個陳玉鳳就搞政治 我跟你講搞什麼政治 你政府不是應該要受我們人民監督嗎? 有多少人一直可以像那個賈詠傑一樣 這樣做,我要講的是,我們政府的責任 我們的醫院僱主責任,義務責任 預防保護義務責任,到底在哪裡? 跟我說,還有說,欸那個好像缺防護 缺N95口罩,很多醫院都這樣 那我要問,疫情一年多了 為什麼你們到現在這些醫院都沒有 都沒有準備好呢? 所謂的超前付出,超在哪裡?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院內感染呢? 我都不懂欸,我們這些付出的醫務人員 還要去跟人家講殘忌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大家先優先打? 為什麼我們不能優先打? 那要我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然後跟我在講,同島一命,同島一命 到底哪裡有同島一命啊? 被犧牲的是我們,淨休假 出去玩,沒有我們的份 然後一直在開放 你們都不用負責任,沒有人要下台 然後我們護理人員跟你講暴離直潮 這裡有沒有,有沒有跟你們講暴離直潮 有沒有暴離直潮,跟你們講 有沒有,跟我講不能這樣看 不能這樣看 不能這樣看,那要怎樣看 人家那個臺北的離職人數119 119 叫我幫幫我 人家在SOS 在喊救命 你們這些人有沒有看到 都說不是,請問一下 你們這些醫院主管 都沒有自己下來做 我真的講你們這些 醫院的這個護理主任 不要做行政業務啦 下來做個1週到2週 然後去急診降雇 然後去那邊喊麥克風 然後我還看到那個醫勞蒙 就是說昨天晚上臉書 在叫唐鳳出來 用TOCC 這件事情我講一個多月了 從一開始爆發 我有沒有叫他出來設計TOCC 你實名字都可以 TOCC出來不能用嗎 都沒有辦法嗎 還會問我說 御鳳你的具體辦法是什麼 講了什麼話啊 我們有沒有講 防疫這四項給你 你公文給我們什麼 有沒有講降低感染風險 這個有沒有跟你們講 有沒有講 這個是後來再寫的 配合防疫期間 降低感染風險 有沒有寫 我們大家都很害怕 然後這些的人數叫我 只有看一年沒有用 把去年的也拿出來 去年也拿出來 還是一樣啊 人就是一直在離職啊 你們都看不到 這個就不叫離職槽 然後護理人員 這個有沒有做問卷 有沒有跟你講 有沒有跟你講 工作量減少的只有15.6 工作量差不多只有20 這大概只有三成多 然後呢 工作量被調動改變 47.03 工作量增加的49.99 有沒有告訴你們 最後的結論 就是工作壓力大負荷重 能力卻不足 而且被招 變相減薪 這件事情有沒有告訴你們 有沒有說 有啊 你們都不處理啊 疫情期間的疲憊 4點 滿分5分 我們是4.13 疫情期間的工作壓力 是4.19 疫情期間的工作負荷 是3.88 有沒有告訴你們 有啊 你政府有沒有看見 有沒有要處理 有沒有看到大家 疫情之後 你有有沒有熱誠 這個分數都是降到很低的 有沒有跟你講 這個疫情之後呢 考慮未來轉職是3.5分 大概將近78都想轉職 以前說是免洗快 現在護理人員底下反應 突然說我們很像衛生紙 真的啊 他把信件寄到總統府 我跟你講 訊息你們很會寄 我告訴你 各立委的訊息 你就給他寄 然後呢 總統府的信箱 這個總統信箱 對不對 名之所欲 不是名之所欲藏在我心嗎 要謙卑 謙卑再謙卑啊 齁 蔡總統不是說 你這個 你這個 跟人家講什麼 有問題 跟你的老闆講啊 那請問一下 我們護理人員 至少在部立醫院有35家嘛 還有軍方醫院嘛 那雇主就是政府嘛 政府 現在的雇主 老闆是誰 總統嘛 總統你總比那個 賈詠傑更厲害吧 他都做得到 你總統做不到嗎 你騙誰啊 那麻煩請你去做 不要再跟我講什麼 政黨 不要在那邊做什麼分話 沒什麼好講的啦 我跟你們說啦 不要在那邊跟我說 那個陳玉鳳就搞政治 我跟妳講 搞什麼政治 你政府不是應該要受我們人民監督嗎 你收的是我們人民的稅收 難道我們不能夠 對妳的使用方式有意見嗎